你身邊有很多人走嗎? 多啊多啊 尤其是家裡有小朋友 你要相信嗎? 不如失望 不相信很可 我也想要走 因為以我這個專業 在那邊的生活是好一點的 因為我現在不是這裡的人 是大陸過來的 我身邊中學老師 很多人都走了 現在廣東發展得這麼好 就要不要去大學 如果香港真的不行 就回大陸 一個走啊一個走啊 Hello 我是沛兒 相信大家都知道 香港最近掀起一股移民潮 我們身邊也有不少人準備移民 甚至已經移民到外地 今天我也會問兩代人的意見 看看他們對移民潮的看法 這個年齡層的學生 看多不多人走啊? 有啊 我的朋友都不想計劃 兩年後去加拿大 很多兩年前 過去才有錢生活 都打算走 都在聽著 其實看畢業之後 就去讀書 準備走 去哪裡? 去英國讀書 今晚其實都約了朋友 farewell的 就是有一個要去英國讀書 移民 有一個朋友在一起走 去英國 送機 送機啊 不要傷感 哭 哭不哭嗎? 我也有打算離開 本來打算過日本 讀書然後移民 本來都今年想離開 但是沒有說他疫情呢 我最朋友有幾個 起碼一半都離開了 我也計劃離開 打算什麼時候去? 應該是下年最快的 因為我的專業事要考了才能去 不是啊 因為我現在不是這裡的人 我是大陸過來的 老公是這裡人的 是香港人 你喜歡香港嗎? 喜歡啊 曾經你都想再去 這一邊發展的 都會想 是是是 你是從上面移民過來的嗎? 是啊 我過來 哎呀 有幾年了 有15年了 15年? 但是你不會講廣東話的 我不知道 你走五年應該都會認識一點吧 我學不可以啊 你學不可以啊 有些什麼感受 或者對於身邊有些朋友 都離開香港了? 很無奈 要走 沒辦法 不可以 就是說 叫他不要走 會為他們開心 就是始終他們都可以 有一個新的生活 離開香港 沒那麼傷心 其實我覺得很灰 很灰 你想想 我認識了十幾年 他都走了 一個地方要到底 在折躲到什麼程度 才那麼多人會走 剛剛 畢業 可能聽到過 都說我走了 我差不多走了 那時候會有一點 但是現在都 又踩得有點習慣 會不捨得的 但我覺得如果 如果他自己 未來是好的話 我都支持他過去 可能我過了幾年 又過了去找他 是不是 現在香港越來越收窄 所以 其實他們 回去也不會再回來 未來會不會再回香港 去地道生活 有想過 加拿大 他好像前陣子 放寬了我的移民措施 我也有想過 因為加拿大 他也有個階段 我剛剛就畢業 我也想過 可能遲些去那裡讀 即是碩士那些 那些人會支持 都支持 想走的 但是沒有條件 錢 都是人生路不熟 都是這些 怕他們可能有病痛 又或者需要照顧 都要沒有人 那就很尷尬 很多香港人 是因為捨得家人 所以 卡住了他就沒有走 帶上整家去 他們又會覺得 生活上可能會有困難 他們有疑問 就有得他疑問 我們這樣拿了 當然是 如果他要走 就有他 他自己說是他前途 我沒有人照顧 他自己決定的 這是我不可以左右他的意見 還要說我父親 兒子是兒子 是兒子 現在不是 老爸 是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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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我非香港人做主 如果他就有東西 就跟你說 我要帶他去外國生活 你怎樣 人生自由 你會不會跟著他 幾十歲 五斤 五斤 是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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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別秋哥 有甚麼跟他們說 遇到甚麼困難都頂著 因為香港已經不是一個 去到外面要享受一下自由的意識 走得就走 勇敢點走出去 會有新的開始 希望可以適應到新的生活法 希望他在那邊開心 就能找到自己的路 偶爾回來探討我 介紹哪個女朋友 最好了 有空回來吃個飯 就飛回去 挺划算的 如果不用 冬天的時候 有路順風 希望你的前途 躲在這邊更加好 那邊見到 是兒子